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开始录屏 非常有趣的一堂课就是叫 面向动物世界变成 其实这个东西跟游戏是有点相关的 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跟游戏相关呢 就我们大量的使用的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 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 那到底怎么样使用这样的一个面向对象的思想呢 好 我们首先 看一下效果 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东西啊 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好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软件 我们最后实现的效果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大家都知道啊 狗 牛 羊 马 鸡 猪啊 那么这些动物 我们在我们的世界家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都把它抽象为一个类 叫做动物类是不是 叫动物类 这个大家都明白吧 就是说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 面向过程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一个一个的 比如说我点击这样的一个狗的一个照片 或者点击牛这样的一个照片 是过程的概念 是过程的概念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去做的话 那么 那么我们就不太一样了啊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点 就是我们世界家的三大特点啊 谁能回答出来吗 世界家的三大特性 谁能回答出来吗 是不是 封装 剁胎 封装 继托 多态啊 对吧 不是多态啊 这位同学看样子经常 经常让别人 那个 做这种事情 这位不负责化 这位同学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这堂课里面 都要讲到 一是面向对象思想 就是我们的一个封装 第二 就是 趋寒数 对吧 趋寒数 多态 还有我们的 继承 就是有一个负类 大家想想看 这么一个小项目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我们怎么来设计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每一个点 每一个动物 这样的一个图片 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叫做高度抽象 是不是 它首先有一幅图片 是不是 它首先有一个图片 第一点 第二 是不是 当我点击的时候 它会叫 它会叫 叫shout 这样的一个方法 第三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边框 当我点击 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边框 各位同学 对吧 那么我们就至少 有三个 我们叫做 就 绘制这样的一个边框 好 其实我们CY家 大家觉得是面向对象 还是面向过程呢 其实 CY家是全方位包含C语言的 所以我个人感觉啊 CY家它是个 半面向对象的一个语言 它包含了C语言的一个面向过程 好 这堂课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半面向对象 展现的零零尽致啊 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 从零基础 学CY家啊 可以啊 你找我们的那个单位 你加上我QQ 或加上我微信啊 待会我们可以私下聊一下 我们现在现在先讲课 好的 那我们首先 是不是抽象出来这三个方法 就是我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游戏也是一样的 一个怪物 对吧 或者是 比如说一个 一个一个怪物 它具有那种吃药的功能 对不对 它具有死的一个功能 我们都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开始 来新建一个工程来做 新建工程来做啊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控制台工程 在这里啊 好 我们创建新项目 创建空项目 好 这里我们取个名字 叫做my 这个叫my OOP OOP就是面向对象 编程思想 OOP Shot 就是我们的一个 Shot 叫啊 放C盘 我们创建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吧 我们然后在这里 点击添加 my 不用现有项 这个搞错了啊 不用现有项 我们用 新建项 好 写一个my 的函数 比如说 写一个my 的文件 时时刻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里完全 我们先把架子给搭好 各位同学 我们先把架子搭好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写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写 我们先把这个架子给搭好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内谈数肯定是要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肯定还要包含一些投文件 对吧 include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有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我这里会自动补权 这里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课程里面 下一个叫va的东西 叫做翻前助手 va的东西 我这里好像没有了 要不现在我装一个va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我装一个va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我目前没有va 装va之前一定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vs给关掉 把这个vs关掉 我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好 先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个va找出来 破界板的 好 有个东西叫那个Arizin 我们把va 找出来 高级程序员 必备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va啊 点击之后我们双击 装啊 我是vs1029 大家看到没有 我是vs1029 我点install 好 这里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哈 它在装的过程中会比较长 没关系 对 翻前特好用啊 翻前特好用 你看啊 装完之后大家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补全 好 它这里一个过程啊 应该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刚刚我们不是抽象的几个方法吗 对吧 我们需要什么呢 图片 我们需要short 当然这里还要有一个东西叫ezx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东西 素材里面有一个叫ezx的东西 也要把这样的东西给包含进来啊 把这样的东西给包含进来 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素材 可以拷贝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素材 这是我们图片素材 好的啊 好 干脆我们把这个图片素材 全部烤到一个 待会烤到一个那样的文件夹下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已经是安装完毕了 好 接着我们重新 搞一个啊 打开VS V能发一下吗 V的话在我们的群里面啊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里面 大家可以去加这样的一个群哈 就是我们的CIA加的一个 编程交流群哈 这里面都有啊 这样的群里面都有 这个 这个群里面都有啊 这个文件里面 好 待会儿我上传到这个群里面 大家可以加一下 大家可以加一下 不知道的话就可以找助教啊 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群 OK 好 接着我们可以呃那个 好我们打开一个VS啊 好 把我们刚刚那个OOP效果在那工程给打开哈 好 最后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这里啊 好 这里大家看到没有 这样目前为说还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呢 你看它不是破解难的 我们先用了破解 你看此时此刻 我们的Aerison又起作用了啊 我们的Aerison 我们用VA这样的 DLL 收一下 DLL 好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取代啊 VA 把我们破解版的东西啊 替换过去 你看这是 这是我们刚刚装的啊 5月25号 那个刚刚装的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破解版的软件 去把它替换掉啊 我们打开文件夹 好 然后把它替换掉 改个名字 替换掉 OK 此时刻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再次重新打开啊 当我们再次重新打开 在那维S的时候啊 好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好 我们把它拖过来啊 Animal Shot 有点卡 好 此时刻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就多了很多番茄啊 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动补全了啊 好 现在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 那个写代码了啊 IoStream IoStream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intermain 敲上去 好 Return0这个架子先打起来啊 你看 它会自动补全哈 诶 它V还没加上网啊 没加上网 它会自动补全哈 Return 诶 奇怪了啊 好 Return出来了 对不对 好 Return0 此时刻 我们再把一些啊 关键的东西搞出来啊 此时刻 我们的架子已经搭好了 此时刻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啊 就是说它有一个嗯 画绘制的作用 那么我们必须要引用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EZX的库啊 好 我们把这个EZX 这样的库啊 这样的素材 我直接把它放到咱们的一个目录下面啊 你当然要安装一下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呃 那个的话 你要你要安装一下 好 我在这里 我因为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 我把这样的素材直接拷贝到我们的单前文件夹啊 好 拷贝单前文件了啊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啊 然后这里面是一些酷啊 这里面是一些酷 此时刻 我们要 哎 要做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初始化画布啊 初始化画布 inlit 好 我们先演示一下效果好吧 我们先演示一下效果啊 呃 狗叫 点了狗 它狗会叫啊 比如说牛 羊 这声音是不是很大 好 然后猪叫 好 前方高能啊 前方高能的鸡叫啊 鸡叫声 大家那个呃 先那个鸡叫声有点有点刺激啊 啊 这是龙叫吗 这不是鸡叫吗 对吧 听不见啊 那大声一点好不好 啊 没事啊 没事 是妹子 妹子是不是走了 没走啊 没事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大家熟悉一下 反正那个都 多少都要经历的 这些东西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首先我们初始化图形系统 来 init一个叫做init一个graph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 没有这个东西 那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这个东西啊 init graph 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没有包含什么东西 投文件 ezx 在那个投文件啊 ezx 在那个投文件啊 当我们包含 在那个投文件之后 它就会 你看 它是不是变了 好 这个v特别好用啊 好 我们把它 初始化画部为640 乘以480的 一个界面 对不对 这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好 这个我们只是 做界面初始化 那么迟迟告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 我们直接加四 但面向对象 我们先把这个过程搞定 然后接着干啥呢 我们要设计一个类了 各位同学 对吧 我们要设计一个类了 对不对 好 怎么样设计类啊 各位同学啊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类设计器啊 类设计器 好 首先我们要 这里面 这些类 我们要 找到它的一个负类 这些负类 它的爸爸 这五个类 实力化的类 它的爸爸 就是一个生畜类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右键 添加 一个类 这个类呢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内联的类啊 就是没有 只有.h文件 没有.cpu文件 在哪个类 好 我们写一下啊 叫live stock live stock 这样的一个生畜类 此时刻它会生成这样的一个文件 好 大家看 目前为止 我们的项目里面只有一个main.cpp 当我们添加这样的一个类之后 这个类 我们自己添加的 我们点确定 你会发现 在我们这个下面 会多了这一行代码 是不是 多了这一行代码 这个代码 就是我们的一个 生畜类 这个代码 对不对 啊 生畜类里面 它肯定 需要什么东西呢 就是需要 在这里 要包含一些头文件 什么头文件呢 也要包含在那一这X 在那个头文件 嗯 是吧 好 当然它还要 就说我们的一个预编译指令 就是windows下面啊 在一些头文件 还有预编译指令 好 就是为了啊 这个 这样的一个库啊 就包含在哪个库 好 我们现在开始类 刚刚我们说了 有几个方法呢 各位同学 有图片 绘制图片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short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啊 是一个坐标 就是我们的m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方法 我们是先有这几个方法之后 我们才来设计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类 那么我们在这里订一个public public public哪些方法呢 各位同学 有我们的 比如说 就 好 我们干脆把这刚刚东西 那个short short 好 然后 就 还有什么呢 还有mo 是不是 我们先把尾代码写好 这是属于我们的尾代码 就 还有我们的mo 这是我们定义的方法 是不是啊 这是在类里面定义的方法 各位同学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好 然后啊 各位同学 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啊 就是说 这里面还有一个坐标的概念 比如说 狗的骑士图片 它的坐标 就是零零 它的牛的坐标 它做游戏开发也是一样的 它有些坐标 它是要再靠前面的 对不对 就是让我们这里 肯定要定一个变量啊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protect 一个变量 protect的变量 好 你看这个v是不是特别好用 当我敲一个p 它就知道我要干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用int mx 成员变量啊 int m y 好 此时此刻 我们的类设计已经完成了 各位同学 当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负类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什么问题 这个short 这样的一个jaw 这样的mo 要不要实现呢 要不要在负类里面实现 第一个问题啊 要不要在负类里面实现 不要 原因是什么 谁能知道这个原因吗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继承 讲的是多态 为什么不要 对 对 如果说你实现了 谁继承实现 我们的不负承法说的对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 那定义成什么函数了 各位同学 告诉我 定义成什么函数 如果说负类里面不需要实现 对 虚函数 什么虚函数 虚函数 加个vature 加一个vature 什么虚函数 是不是 纯虚函数 纯虚函数跟虚函数的区域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要负一个0哈 负一个0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当我们达到这个小题的时候 此时刻 我们的类已经生命好了 不move的话 我们还要加一个成员变量 inter x inter y 这样的一个成员变量 全都把它设置为虚函数 此时刻 我们的负类设计已经完毕 好 此时刻 我们接着干啥呢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设计子类了 子类就是要实现这样的三个函数 第一个子类 比如说 我们添加一个类 什么类呢 就是 猪类 牛类吧 cattle cattle 然后 他的爸爸是谁呢 他的爸爸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牲畜类 lifestock 这样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我们的lifestock 这个不用点类连啊 然后我们是公有继承哈 公有继承 接着 大家看 当我们添加这样的一个类之后 又会自动生成两个文件 对不对 又会自动生成两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不是两个文件 你看 自动生成了一个.cpp文件和一个.h文件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cpp文件 你看它是公有 自动公有继承于这样的一个lifestock 这样的一个公有类 对不对 好 各位同学目前能跟上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打个1 好吧 目前能跟上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打个1 好吧 好 接下来我干啥了 我是不是要实现了 各位同学 对吧 那我们继续把负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 声明在我们的子类里面 声明在子类里面 这时候我们要实现了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负文0了 对不对 我们要实现了 此时刻我们又有一个小技巧 当我们把这样的函数跳好之后 你看画线 画线说明什么呢 画线说明什么呢 不认识 对不对 不认识的话 我们要进行个实现 在这里有一个alt 有一个alt加ant的一个快捷键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就有一个在我们的va里面一个alt键 加我们的一个回车快捷键 你看当我们敲这样的快捷键之后 它会 它会在这里创建这样的一个定义 此时刻大家看 当我们这里 它就自动追溯到short里面去了 自动追溯到short里面去了 各位同学看到没有 是吧 那此时刻 我们short是干什么事情呢 short 其实它干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play 我们的一个音乐 好 play sound 当然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它拉大一点 拉宽一点 在这里 加一个什么呢 play ezx里面的弹数 play sound 好 有位同学又问了 这个play sound 我怎么知道 传什么参数呢 好 就是我们的v里面 又一个快捷键叫alt加g 你看 当我们点击alt加g的时候 可以追溯到在那个函数里面 你看 它都告诉你传什么样的参数了 各位同学 它都已经告诉你传什么样的函数了 你看是不是 alt加g 进去 好 随便点一个 对吧 一个是unicode 一个是ansens的 对不对 它都告诉你 搞什么样的函数了 是不是 play sound play sound 那此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lay sound 这个是路径名 好 这个是模式 这个也是什么东西呢 这也是一个标志位啊 fd 标志位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实现啊 在这里 play sound 好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文件名啊 文件名是什么呢 我们的牛叫声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啊 l打外面 牛叫声点 点wav啊 这样的一个音频 好 第二个参数 我们把它直接填什么呢 填什么呢 l 空子 默认子啊 第三个参数 是以文件的形式拨的啊 文件的形式拨的 就是sand sand file name file name 然后加一个暗位货啊 我们一般会加一个空格 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是以ebo的形式啊 ansens sand sand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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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 好 接着我们再是alt加回车 创建什么呢 创建我们在jo jo是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绘制 对不对 绘制 绘制的话 绘制什么东西 绘制图像 绘制图像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图片对象 绘制 绘制什么 绘制图像 绘制图像 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有一个我们的image 这样的对象 好 image 好 然后我们有一个load 在我们的ezx里面有一个函数叫load image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好来看一下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掉 是不是没关系 没关系啊 load image 小写 没关系 我们用alt加g进去 你看他都告诉你 用什么呢 他是从图片文件中获取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函数 直接给烤过来 然后填就可以了 对不对 在这里啊 我们甚至在这里 可以打个 好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参数是文件名 是文件对象 好 这里是一个一指针 那么我们这里加一个取缔指符 好 第二个参数什么呢 第二个参数就是文件名 对不对 你看啊 叫feel name feel name就是文件名 文件名我们还是用l 加一个什么呢 牛这样的一个jpg啊 牛点jpg 好 第三个参数什么呢 第三个参数 高度宽度是吧 那我们设置为200乘200啊 200乘200 好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是一个默认的choo 默认的choo 好 我们把在那个图片加在进来了 加在图片进来之后要干啥呢 我定义一个图片对象 我把图片加在进来 我是不是应该输出图片 我们是不是要显示图片 我们在这里用一个put image 这样的图片 不知道怎么做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学到没有各位同学 学到同学可以给老师打个E好不好 学到同学可以给老师打个E好不好 不知道干啥 复制 对不对 你看第一个参数是x 第二个参数是y 那么x的话 我们有一个 刚刚我们不是定义了一个成员变量吗 就是我们的mx 坐标嘛 mx 好 my my 然后第三个参数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 看到没有 图片对象 第四个参数是个默认的参数啊 图片对象 对不对 图片对象的话 那我们就把在那个取缔字符的一记指针 image付过去 时时刻我们是不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设计 做完了 好 接下来第三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就完了 第三个参数是干什么事情呢 第三个参数 参数 好 我们把这个也关了 第三个参数 是不是move 好 各位同学 这里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 在这里做个笔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先把这个函数写完 各位同学不要急 还是autic下int啊 autic下回车 我们先做一个这个东西啊 m x 这里有一个x做一个负值啊 m y 做一个负值 在我们世界家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函数去做负值 我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成员变量设置为公有的然后直接负值呢 各位同学 大家知道原因吗 大家知道原因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写一个函数去负值啊 而不是变量直接负值 为什么 啊 啊 啊 有人说啊 好防止轻易的改变量就是这是我们世界家的一套就是那个那个约定约定啊什么意思呢 一个一个潜规则啊就是说变量一般来说一般都会设置为private或者是protect啊函数一般叫做接口我们也叫接口啊接口开放一个接口 如果说你要这个变量的值我可以开一个接口给你但是我的变量你是不能访问的 这么一个概念 是不是 就是 封装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封装了 对吧 好 这时候大家看到没有 此时个我们的牛这样的那个类三个方法都已经实现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马方法猪方法狗方法鸡方法全都实现好 我们继续在这里添加啊 大家接下来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工作了 添加类比什么类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狗类 狗类 好 他的爸爸也是livestock livestock 好 然后我们点添加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又多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狗 一个是这样的 好 我们这个东西就完全可以直接copy到狗在哪个类里面 到狗在哪个类里面 对不对 好 这里我们加一个public public 好 之前我们的牛这里也是public public 就是说你没有直接声明的话 它就是public 好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 跟上了吗 各位同学 有跟上了吗 好 狗类 狗类 你看啊 然后我把这样的一个牛类的一个代码 我直接 我全选 基本上 就特别好用了 对吧 只需要改什么东西呢 只需要把这样的一个类作用域改掉 作用域改掉 作用域改掉 然后改掉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狗叫声 这个狗叫声 好 你看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再做一些比较 枯燥的东西啊 比较枯燥的东西 好 再添加一个类 下面一个类是什么类呢 鸡类 听 抹鸡啊 抹鸡的声音 好 我们也是live stock 添加 时时刻我们的鸡类也完成了 好 我们还是把牛类这个代码烤过来啊 烤到我们的鸡类 是吧 然后干脆哈 全都搞完算了啊 一次性 然后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 马类 叫做 horse horse nivestock 添加啊 好 我们接着把这样的一个代码全烤了 是吧 再就是下面的peg 猪类 猪 pig 好 除了这个peg之外 好 我们把它保存哈 还有一个什么类呢 最后的一个 盐类 ship live stock 好 好 给确定 然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改cpp文件了啊 啊 这个狗啊 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文件直接烤过来啊 狗类 然后 鸡类 hing 对吧 对吧 然后就是马类 哎 哎 杨类这些东西都没有烤吗 稍等一下啊 杨这个还没粘贴 好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些东西都都为什么为什么会画下滑线 就因为它没有只有声明没有实现啊 只有在那里面的一个声明没有实现啊 好 我们接着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个代码复制一下啊 我们一个一个加啊 一个一个加 狗 机已经OK了 然后我们的马 马就是horse 你看啊 其实熟悉的改这个东西特别快是不是各位同学 对吧 特别快吧 然后就是猪类 好 好 然后最后一个啊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杨类 好 这个类 大家有啊 还在看吗 还在看同学给老师答一好不好 还在看同学给老师答一啊 这个类完了之后 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啊 就是VS2019里面 有一个叫做右键 有一个东西叫查看类图啊 就是我们的类设计器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鸡啊 羊啊 牛啊 还有我们的马呀 狗啊 这些都是继承于我们的生畜类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一些MXY 就是属于字状 还有方法 你看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类设计器去查看 特别特别方便 特别特别方便 好吧 没事 我待会有有录播的啊 待会有录播 然后下播之后你找我们的作家去领就下手啊 好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东西我们就搞完了是不是 你看这么多文件了搞完了啊 接着我们干啥呢 这个是面向对象 我们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多态 实现了一个继承 接下来我们也实现了封装 接下来我们叫做面向过程与面向对象的一个结合 接下来我们要干啥呢 我们要点击这个东西了啊 我们点击这个东西了 比如说我 鸡叫 这个鸡叫 对吧 对吧 是吧 点击这个东西了 接着我们开始要面向过程了 好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魅力寒书 接着我们干什么事情呢 各位同学啊 当然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类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拗对象了 各位同学 我们是不是要用 拗了一些对象 要拗什么对象呢 各位同学呢 好 我们在这里用一个什么呢 我们以后待会我们要打一些东西啊 干脆这里 user user namespace studio std 对吧 好 接下来干啥呢 各位同学 接下来干啥 我们是不是 又用到一个多态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拗一些对象 比如说 我们 用 pig 这样的一个类 去拗一个mypig 等于什么呢 等于拗 pig 构材函数嘛 对不对 是吧 然后 这个东西不认识 不认识什么办 不认识说明什么问题 各位同学 下发线不认识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 我们要包含头文件 包含哪个头文件呢 包含pig.h这样的一个头文件 包含pig.h这头文件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 光于这样的类的头文件 全部加进去 pig 好 除了pig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hose sheep hose 还有什么呢 嗯 dog cattle 没了吧 12345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是g啊 hink 欧了啊 6个 对不对 好 能跟上的同学 可以老实答意 好不好 能跟上的同学 可以老实答意 你看这个new 是不是 对吧 pig new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们这里 要定义成指针啊 new这样的一个指针 因为它是构造函数 对不对 你看pig newpig 然后sheep newsheep 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被 有被于我们什么东西呢 悖论的被啊 什么初衷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多态的一个初衷 太繁琐 多态的初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又可以用 负类来声明指类 对不对 指向 指类 对象 好 我们不用这种方式 这个要new6次 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宿主啊 因为它都是 这些猪啊狗啊鸡啊 它都是属于什么的呢 它都属于生畜类 那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对象来啊 leafstock leafstock啊 叫做 pls啊 然后用一个宿主啊 好 此时刻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 new new dog 你看 是不是实现了我们一个多态 各位同学 是不是要我们的多态 new cattle 对吧 然后new ship 好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 我们在这里可以换一行啊 为了方便起来 我们在这里换一行 然后new horse new 全程高的 没有一句会话 废话啊 new pick 你看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科学 new new这样一个对象啊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 产生对象 产生对象 好 此时刻我们还要把每一个对象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初始位置 把它给画好 那我们在这里又定一个宿主啊 定一个二维宿主 专门要来存 存它的xy坐标的啊 pose 好 这个我们 谈 没关系啊 列是一定要确定的 我们数组定义里面 列是一定要出去 那个定义的啊 好 00 第一个位置就是00 第二个位置是200 你看是不是把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 结合的淋漓尽致啊 400 0 大家能跟上吧 目前 好 0200 0 200 好 这是歪坐标了啊 然后 200 200 好 400 200 好 但是这里啊 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操作啊 可以看到没 各位同学啊 接着我们往下走 这是我们的宿主 是不是 那我们首先做一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 哎 首先做一个初始化啊 我们有个什么东西了 大家知道 坐标的时候有个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函数叫什么呢 叫木 对不对 木木函数没用 对不对 那我们此时刻 我们是不是可以木木了 是不是可以木木了 我们把六个在那动物全都木到在那个pose啊 木到在那个pose 然后做一个绘制 绘制是干什么 绘制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在那个图片给它输出到我们的界面上面去 对不对 是不是输出到我们的那个呃那个那个界面上面去 下面啊 有人说面向过程就是第一个函数 不是的啊 所有下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面向过程啊 都是面向过程 对不对 好 大家看到没有 此时刻又是面向过程了 什么干 我要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点击世界 比如说点到这样的狗 啊啊啊啊 点到这样的狗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定一个鼠标世界 此时刻我们的一个 面向过程实际就来了 叫mouse message 好 这个 这个结构体是来自于哪里的 这个结构体是来自于ezx.h 好 加aut加g啊 我们刚刚还是说了 只要是那个看定义啊 我们就aut加g 它有一些什么东西 它可以捕获鼠标消息 比如说你的counter键是否按下 比如说你的左键 鼠标左键是否按下 好 在这里我们用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鼠标左键 按下啊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鼠标消息 可以捕获消息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啊 这就是面向过程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面向过程了 对不对 是吧 好 我们有一个get get一步的ensize k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的一个k的一个状态 好 这是个主色啊 这是个主色 好 我们的一个 如果说这个东西也可以 不要啊 或者是wile也可以啊 wile 我干脆wile吧 wile啊 wile 然后干啥呢 我们现在是用m去干啥呢 get一个mouse get一个mouse的message 我去捕获鼠标的一个事件啊 我捕获 我在这里死寻黄 捕获鼠标的事件 当然如果说你鼠标没有事件的时候 它会主色在这里 各位同学 明白这一点吗 这是不是我们的面向过程 对吧 好 在这里打个注释啊 就是获取 一个鼠标消息啊 如果没有鼠标消息 那我们就等待 就等待 就是主色 好 当然如果说有的话啊 我们在这里加个判断 是个什么消息呢 我们这里一个m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m它的结构体 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这样的成员 叫做umessage 当前鼠标的消息 是个什么样的消息呢 各位同学 是一个比如说鼠标左键按下的消息 鼠标左键按下的消息啊 我们来看一下 m u message 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等于我们的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鼠标左键按下的消息 这个v特别方便 可以大量的节省 大家的时间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干啥各位同学 首先干啥 当我们点击到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救了一个东西啊 会是一个东西啊 对不对 它是不是我们啊 我们首先啊 把message这样东西 全都进行一个输出啊 我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处 我都进行一个输出 对不对 输出完之后 大家明白它这个点 有什么点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周边 会有这样的一个黑框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框 对不对 那这个框 框是怎么样的一个 绘制的呢 我们是不是要判断坐标 各位同学 我们是不是要判断坐标 啊 是判断坐标 好 判断坐标这个逻辑 我就不讲了 这个逻辑我就不讲了 是什么意思啊 我把这个代码 就是那个 大家看看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什么时候 比如说 啊 我们在这里印太一额 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负新黄啊 这个负新黄 比如说 我这个位置是在MX的位置 是在哪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就认为 它是 狗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我就认为它是 一只牛 啊 对不对 这边它是一只牛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判断好这个位置之后 这是 一个面向过程的思想啊 然后我们在干啥 就是设置单前色条的 线条的一个颜色啊 设置单前线条的颜色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 设置什么颜色了啊 设置一个 SET SET Line Color 好 这里有个什么值啊 大家啊 就是我们有个 有个有个红叫RGB啊 RGB的一个红 比如说 在这里啊 255 0 0 这样的一个红啊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设计 设置啊 它的一个红 好 接着我们干啥呢 接着我们设置线的颜色 接着我们这样巴紧的 要画 是不是要画一个矩形 各位同学 是不是要根据这个座标 画一个矩形 对不对 能理解吗 对吧 RGB R是Red G是Green B是Blue 就是红绿蓝啊 红绿蓝 那我们用红线 所以画矩形 画矩形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叫什么呢 叫做Rect Angel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Rect Angel 这样的一个函数 干啥呢 是不是要画这样的 一系列的一个矩形 画完矩形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 各位同学啊 画完矩形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我们面向过程里面的 Shot 叫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面向过程里面的 Shot 我们要叫 对吧 叫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Break掉 Break掉 退出这个循环 好 好 我们此时刻 来 再来理一下啊 首先我们把画布初始画 初始画画布 然后我们定义了 这样一系列的对象啊 我们拥了这些系列的对象 对吧 然后我们把坐标位置 用输入来存 接着我们Move和Jour 我们把图片给输出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 起一个死循环啊 如果说有鼠标 按下的消息 我们就做这样的系列操作啊 我们先输出 输出完之后 再画线条 我们再叫 对不对 好 整个过程 大家听明白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刷一包鲜花啊 这个过程 听明白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刷一包鲜花 好不好 只有我们两位吗 还有其他同学吗 混子啊 混子可以啊 混子啊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 来我们试一下啊 我们来编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编一下 好 没问题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好 是不是出来了 各位同学 是不是出来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狗叫 好 好 助教 对吧 是吧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线就是一个红线了 对不对 这个线就是一个红线了 好 当然如果说我们改线的颜色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改这个RGB的值 比如说我们改一个绿色的线 二板 不失误 改一个绿色的线 看是不是绿色啊 你看 是不是这个纯绿色的线 是不是绿色的线 对不对 好 目前为止 这个过程大家能听明白吗 好 大家发现还有什么事没做呢 除了这个 大家还有发现什么事没做 在我们这家家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有个什么事没做呢 当我们拗了对象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delay掉 我们把它delay掉 对吧 对吧 把它delay掉 最后我们还要把这个close画布啊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啊 对吧 好 整个过程大概就这样搞完了 整个过程大家来搞完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小项目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项目啊 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 一个一个来过好不好 各位同学 一个也来过啊 其实今天的课 你们虽然说可能很多同学没有世界家基础啊 今天的课确实很干货啊 是不是对吧 就我们从这样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 来跟大家把整个 手把手的把这个东西给实现 好 我们来看啊 陈你在吗 陈 陈同学你还在吗 Alex你还在吗 在是吧 能听懂吗 能不能听明白这个思想 对 我们一个一个总结啊 首先 我们啊 当我们要绘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 好 我们来总结啊 第一点 当我们要绘图的时候 我们要我们要用什么东西 用EZX 这样的一个图形库 EZX图形库 对吧 第二 就是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了继承 学到了封装 学到了多态 是吧 第三 我们学到了VA 我们用VA可以干一些很多事情 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第四 我们啊 就是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Alt加G Alt加回车键 加回车啊 就是专门用来干啥的 创建定义的 是不是 第五啊 我们有一个啊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呢 怎么样 怎么样 使用 Alt加G啊 然后来看定义 看 函数的定义 和声明 是不是 当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不知道这个东西 它的参数 该怎么填的时候 我们Alt加G进去 它就会告诉你 怎么填这个参数 对不对 是吧 对完全的迷数 确实还是有点难度啊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要讲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接着 还干啥呢 我们总结一下啊 接着我们干啥啊 就是 嗯 内设计器 内设计器 内图如何看 我们可以通过 查看 内图 在那个方式 去做 在那个操作啊 我们理解了 什么是成员 什么是方法 对不对 其实也是啊 看完多态继承 就完美了 是不是 对吧 好 我把录屏关了啊 接着我们就讲别的了